人民想要的 我们做得到 立法院新会期开议在即 民众党环总招黄国昌领军 发表优先法案 从加入民众党以来 他一直把心力放在立法院 但随着党主席柯文哲 因为政治先进案请假主席 黄国昌也似乎越来越常参加党内的活动 上个周末 柯文哲身在北柬的时候 黄国昌带领党公子到北柬外面 和小草们一起守着柯文哲凝聚支持者 连营救柯文哲的 紧急应变小组的记者会 也是他主持 党内人士指出 黄国昌进来一改不顾问党务的风格 党内也有默契让他上第一线 艳然成为实职党主席 说某周刊 我想你指的应该是静周刊 那对于静周刊的报导 我向来是把它看成科幻小说 我把它看成科幻小说再看 抹黑柯文哲主席 违背职务 收受贿赂七百万的事情 还没有给全民社会交代 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黄国昌一直是一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一个政治工作者 柯文哲会将党主席的位置释出吗 我想这个恐怕还有相当多的一些疑虑 同时间黄国昌未来会怎么样来掌握 包括看到最近这些动向上 柯文哲跟黄珊珊的关系还是相当良好 那未来民众党的党群会怎么走 我想这个还有许多要在观察的 律令指出黄国昌一直有更上层楼的野心 如今党内出现全力真空 未来茶壶的风暴才要上演 金华城这个风暴 接下来只会像滚雪球一样 因为我们刚才有讲 去告发的游淑慧啦 钟小平啊 都闭得很大声 结果现在民众党骂的都是民进党 那好啦 现在立法院新会起到了 接下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到 蓝白河 这一题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这个位阶 你稍微准备一下 待会来给你警告 接下来立法院还要蓝白河吗 这种的党还要继续停吗 那不过呢我们先来看 现在党主席 因为柯文哲 他已经请假三个月了嘛 所以接下来 黄国昌的角色是不是越来越吃重 我先请教一下清皇 那人进周刊今天写的 黄国昌看有够呛辣 他说我这个周刊写的 我都把他当作是科幻小说啦 好反正都没在给他信到 好反正我都不相信就对了 但是问题是 现在的氛围是不是 黄国昌的主导权都在他这边呢 民众党的主导权 现在发号施令 现在是不是看起来 好像都是黄国昌在做主耶 清皇 我们要这样讲 在民众党的主导权 还没有确定都是在黄国昌这边 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个等一下 我用一张图跟一篇 在PD上面的发文 大家就会发现在民众党内有玄机 那为什么这样讲 首先第一个 这个黄国昌去骂这个周刊 说他是科幻小说 那你当然就很想请教黄国昌 那你们常看的卡提诺 又是属于哪一种学员呢 这个卡提诺之前本来就已经有过法学派了 到后来卡提诺让我们看到商学院 连柯文哲的帐都算不清楚 算不清楚之后呢 再让你看到原来卡提诺的表演学院比较厉害 因为党主席出来都只要告诉大家一句话叫做 不知情不知情不知情 我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对于黄国昌来讲 可能卡提诺学院派呢 对他们来说比较适合啦 但我必须要帮周刊讲一句话 周刊其实在讲的不是像黄国昌水巴所说的 周刊讲的两个数字 一个数字叫做七百万 一个数字叫一百七十万 这两个数字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他是在讲说这个不明金流的部分 就是跟柯文哲或者跟陈佩奇有关的不明金流的部分 是七百万这个数字 所以他并没有说这七百万是属于哪一种形式 第二一百七十万这个数字是什么来的 周刊没有讲这是收汇 对他说他叫不明金流 不明金流有很多种 不明金流有很多种 收汇只是其中一种可能 但是是哪一种 这是就是检掉在查的方向嘛 所以七百万是一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是一百七十万这个数字 那一百七十万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 一百七十万这个数字呢 是在金华城案的前后 他们发现跟陈佩奇有关的金流高达一百七十万 什么意思呢 因为整个金华城案最主要的省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嘛 当时我们大家忙着疫情看着口罩 还要在节目上跟大家解释疫苗 这个哪一种疫苗 蛋白质疫苗跟什么疫苗 那疫苗的不同是什么 就没有想到柯文哲在忙的是金华城的案子啊 结果就在他们忙金华城案子的时候呢 跟陈佩奇的账户有关的金流是一百七十万 看起来也是不明的 所以呢也在这个时间点 出现了所谓的这个ATM说 意思就是陈佩奇把钱拿到ATM去存 那个拿去的钱呢 开始又讲到说 这个陈佩奇他们告诉大家说 这钱呢 有的是妈妈留下来的这个首尾钱啊 钱还有选举补助款啊 后来有曾经说那个是跟爸爸啦 先听我讲完 这里有完整的版本 这个当陈佩奇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大家第一时间发现就说奇怪 那选举补助款的部分怎么会是这样处理呢 选举补助款是汇到户头里面去啊 版税也是汇到户头里面去啊 为什么版税跟选举补助款是用现金的部分要存到ATM里面去呢 这很奇怪嘛 那选举补助款呢 是从你民众党的户头 汇到柯文哲个人的户头 如果他要存ATM的话 只有可能你把它领成现金之后呢 再来存进去才有可能嘛 所以大家就想说那请问那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这个又牵扯到到底是妈妈还是爸爸 好 这边呢我们要帮陈佩奇讲话 他的妈妈还健在 是爸爸在2016年过世 所以这里面出现让大家学习的一个新字眼叫做首尾钱 首尾钱 那大家就会很好奇了嘛 首尾钱为什么你们家会这么多啊 一般首尾钱就人往生的时候呢 拿在手上啊 套在口袋里面啊 这里面呢能够塞个几一万块两万块 大概就很多了呢 能够拿来配给子孙的一个人 分几千口子那已经很多了呢 为什么可以多到还要拿去存起来 而且你的父亲是2016年过世 那为什么不兵记录发生的时间在金华城案前后 这个时间有人首尾钱会经过两三年再拿去存起来的吗 这个也是大家好奇的原因嘛 所以呢周刊所提到的部分大概就是这几块 所以他没有说你这个700万呢都是你的汇款 他并没有这样讲 所以黄国昌讲自己的版本 不过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的啦 他讲的只是要给他的小草去听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周刊发了声明说 这是你黄国昌安的罪名 这不是我们周刊所报道的内容 所以但是这里面也进阶告诉大家一件事 请问有没有不明的金流在这案里面 有本案确实有不明的金流在里面 而本案的金流有没有在敏感的时间点交错在里面的 也有嘛所以呢这两天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很神奇的说法是 这个有民众党解释的方式说 哎呀应小卫都收了4500万了 怎么可能陈佩琪只有170万 这想也知道是笑话 讲这个话的人不就是民众党的秘书长周渝修吗 这到底是在害柯P还是在帮他 我连搞不太清楚他们现在整个党的状况 当然是在害他嘛 因为等于证实有一笔的存在嘛 我只问一件事不明金流 我只问观众朋友一件事 不明金流跟如果收费的话 请问收100万比较严重 还是收1000万比较严重 哪个比较严重都很严重 所以你刚才讲说他是170万 还说这个东西是4500万 不管是哪一个都很严重 所以这不是重点 大家只在确定说这个第一 至少在确定检调那边有金流这件事 这个民众党也不争执嘛 第二个检调会不会查到更多 这是看检调的本事 但是确定有金流的存在 所以很明显这两边的杠上 黄国桑的话就是为了要讲给小草门听的 为什么要讲给小草门听的 因为很简单 如果柯文哲一旦被羁押 如果柯文哲一旦因为本案 他真的扣起来的话 那民众党就要进入一个标准的 后柯文哲时期嘛 所以我在本节目才讲说 我们现在在亲眼目睹 大科王朝新王路 就大科王朝从兴起 然后到现在看起来走向衰退的过程里面 可是他走向衰退的时候 请问还是有什么小草在 有啊 即便连小七元欣欣教授都说 民众党还有一成的铁粉 10% 10%其实也是蛮多的 那个也是有不分区的席次可以分 所以呢 国民党也是很珍惜那10% 这不是要给他挖过来 但是这个目前看起来有困难 我觉得那10%还是很铁 那所以刚刚孟琪问到我说 这10%现在讲这个花落谁家 讲落谁家 到底谁可以影响这10% 民众党每个都想要嘛 所以上个周末才会出现 蔡碧如也去了 这个看起来比较边陲的谢立功也去了 然后呢这个党中央的黄志涵啊 这这徐辅这些 陈志涵 徐辅这些人后来也去了 然后呢党籍的立委也去了 黄国昌也去了 大家为什么都要去了 而且黄国昌还被大家发现说 去了不到一个小时人就走掉了 那想说是不是因为天气太热的关系 怕中暑 所以黄国昌就离开了 所以大家在想说 比四叉猫呆的时间还要断 四叉猫呆的时间比黄国昌酒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在想说 那民众党到底谁可以掌握到 小草接下去真正影响力 所以你看哦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六 应该是上礼拜六 被称为叫C位大战 哇 这里面出席的有周渔修 党中央的周渔修 陈志涵跟吴怡轩 有立法院的黄国昌 张祺凯跟吴春城 然后还有中平会主委李伟华 然后还有另外属于黄珊珊的三派 黄敬营跟陈佑成 这些人在抢C位 怎么抢呢 来大家看有多戏剧化 这个现场出席了之后 先做C位很重要 所以一开始民众党党工呢 把黄国昌的名牌呢 先放到角落去 为什么呢 因为民众党党工在党中央 他又不是黄国昌的人 黄国昌又不是党中央的主导者 所以党工是把黄国昌的名牌 放到角落去的哦 放到角落去之后呢 中平会 中平会主委李伟华呢 他就把黄国昌的名牌 看到在角落嘛 对不对 把他从角落 捡到中间来 捡到C位的位置 所以显然李伟华看起来是挺黄国昌的哦 然后结果呢 这个属于党中央派的发言人吴宜萱 一来就把桌上的名牌给收走 就把黄国昌的名牌给收走 这小细节怎么那么多啊 为什么呢 因为跟吴宜萱来的最大的人叫周渝修嘛 周渝修是秘书长啊 他是党中央派的啊 然后陈志涵现身了之后呢 陈志涵也是党中央派的啊 陈志涵现身了之后就拿了一叠便利贴 让党秘书长周渝修坐中间坐C位 所以陈志涵 吴宜萱 周渝修都是党中央派 所以他们让周渝修坐在C位 左右就坐黄国昌跟李伟华 也就是中间就是女武后党中央的 秘书长就对了 结果呢 后来立法院派张其楷跟吴春成呢 就进过来咯 换张其楷跟吴春成把人家挤走挤到中间 换他们两个坐在中间 把旁边的人挤开 结果呢 这时候呢跟左右护法一样哦 你看张其楷跟这个吴春成的位置呢 两个人一个把左边挤走 一个人把右边挤开来 挤开之后中间留一个位置给谁 给黄国昌 他们两个在扮演最后呢 把黄国昌给了中间位置的那一个人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场里面 党中央的人显然是想让周渝修坐在中间 然后呢 中平委 李伟华 是想让黄国昌坐中间 但立法院派的人 是希望黄国昌可以坐在中间 所以很显然的 在民众党党内天下归黄国昌身上吗 显然不是嘛 何况现在阿伯出来了 阿伯出来了 现在阿伯心里面觉得黄国昌是应该坐在C位那一个人吗 显然这一场C位大战 在民众党内还没有结束 这卡位大战 算了一定会越来越精彩 只是说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党团总招 民众党党团总招还是黄国昌嘛 所以后科时代 韦吉议员 你们跟民众党现在的进和到底要怎么办 我看哇民众党今天就出招了 立法院新会期开议第二天 民众党呢直接宣布嘛 因为黄国昌是党团总招宣布说 接下来我们要提休憲案 我们要废除考监 废考试院 废监察院 然后预算的部分通通砍光光 张旗凯今也出来这样讲 不晓得国民党有没有跟人家一起附和 但是其实我想在这整个柯文哲的事件当中 当然我们有好几个立法委员都有突然讲 就是说希望未来在立法院这个阶段 还是大家要再也合作 当然可能还是会看相关的议题 就是说有些议题 如果大家在野党可以有之一同 然后来督促这个执政党 让他做一些该有的作为 或是说请他们呢 做一些符合大众需求的一个 符合民意需求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想在野还合作 目前应该还是立法院最主要的一个方向 当然就是说 但我还是讲 民众党有他自己的一个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线跟方向 不管是因为柯P现在深陷在这个 可能司法的一个案件当中 那民众党他希望在藉由 新的会期不管是针对各部会的预算 或者说针对修宪 来提出他们党的这样一个看法 那当然我想国民党自己也会有自己的一个 一套的一个这个版本 就是说这个会期我们要先来优先的法案有哪些 那想要主推哪些的一些政策 我想国民党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步骤 那只是说未来在整个立法院的一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想也很多立委都有出来呼吁说 还是希望再也可以在这个一起的合作来监督这个执政党的一个 一个施政的一个作为 当然我想民众党还是一个我想他还是一个主要一个政党之一 但是他有他自己路线 我想也是大家还是会相互尊重 国民党现在的处境 现在有点所谓进退两难 冠廷这边我们稍微来补充一下 国民党要是杀民众党杀得太凶 那个10%的票也抢不到 但是如果什么都没够 人家又说你们整个洞又是非不分了 请教一下冠廷 在这个时机点 张旗凯黄国昌今天出来讲 废考间 你觉得这个针对性有没有非常强烈 我先讲 民众党其实现在又做了最坏最坏的示范 想用立法权去干预司法 非常大剌剌的 完全不避讳 会去影响柯文哲现在被调查的案子 这就是民众党先来作为 今天早上民众党他们开记者会 然后跟大家讲说我们的优先法案 是什么 以及未来要推动的对象 第一点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要废除监察院 考间但主要是监察院 为什么要废监察院 那么定监察院 我先讲 废考间一直是民进党的立场 我们之前修宪什么都要提 我们也提了修宪版本 当时国民党没支持 国民党支持18岁公民权 可是没有支持废考间等等 民众党你们要跟进废考间 OK 可是你选在这个时间点 监察院刚刚因为政治献金申报 监察院刚刚提醒完柯文 你的政治献金有问题 你现在就要把监察院废掉 你这会不会太粗了啊 你之前不认真讨论 这让人家觉得报复性很浓厚 就在监察院查完柯文哲政治献金之后 你决定废监察院 再来第二点 新闻写的啦 写说据了解 这个媒体写的说 民众党会严审司法院跟法务部的预算 凸显司法不公 我非常希望这一个媒体是乱写的 但我相信跑立法院记者写新闻都有所本 民众党如果没这个消息 不会乱写 我姑且相信 我真的很希望这不是真的 有这样子的政党 党主席正在被司法调查 要砍司法院跟法务部预算 司法院就鉴止谁 鉴止高等法院跟地方法院嘛 跟北院嘛 司法 法务部是鉴止谁 鉴止北检嘛 鉴止廉政署嘛 你们党主席刚刚被搜索完 现在还是被告 你就直接嗆瞎要砍预算 我希望这个新闻不是真的 你们出来否认 那不然就真的连演都不演 不是嘛 你们就不演了嘛 严审预算凸显赖清德总统的傲慢酬庸 这都政治语言 我都尊重 但媒体最后写说 你们是针对司法院跟法务部的预算 我跟大家说 过去我的看法跟评估啦 实际上立委 如果要强力的审 法务部跟司法预算 会不会影响司法个案 我认为多少会 我认为多少会啊 没有 这是过去任何政党都不敢做的事情 因为你们的最重要的党主席现在被调查 你就突然对于整个法务部的预算 雕东雕西雕东雕西 你会去影响检察长 你会去影响法务部长 你会去影响整个检调一体的调查 跟我讲不会的人是理想啦 但实际上立法院的运作 你可以把他们叫来骂耶 对啊 你可以跟他讲这个预算 你可以表面上都不提柯文哲的案子 然后你把他叫来 你这个预算有问题 为什么这罐矿泉水要20块 外面买18块可以 我就每行都给你调嘛 让你拍看嘛 那大家都知道你在你想要什么嘛 我真的很希望这个是假的 是 就是接下去他就是第一个 捍卫柯文哲的声誉为理由 可是真实的动作是掌权 高举捍卫柯文哲的清白 司法不公 赖清德政府恶搞 回来下面实际上是要掌权嘛 那所以今天周刊写的 这个变成是那个 实习党主席 慢慢的如果之后 柯文哲真的出包 无法带领这个政党政治实亡 那党主席就变黄国昌 这是他要的 至少能够确保 四年的立委做好做满 黄国昌的这个如意算盘 是怎么样打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民优怎么看 民众党真的二把手 到底是黄国昌 还是黄珊珊 等一下回来 一直来看